你有沒有看香港的新聞講這個簡約公屋? 起床沒多久 當然不是起床沒多久了 什麼叫沒多久? 跟你說得多了 整個鐘都差不多 起床沒多久 你有沒有看香港的簡約公屋這新聞? 有 不是今天了 整個星期前都有看過 找那些私事台去銷售 嗯 怎麼樣? 有這樣有那樣 不過什麼冷氣機就自己裝 簡約嘛 還不需要冷氣機 月租 那不可以啊 不是啊 你一動就三十幾四十度 沒有冷氣真的挺有問題的 冷氣機是必需品來的 等於這裡的暖氣是必需品來的 對啊 你的冷氣都過千了 就算家裡有時候都要幾百 但是你對於你的月租 你寧願買好一點的冷氣機 每個月交小的電費就好 如果你買那些貨幣的東西 交電費交得多了 你就不敢搞的 嗯 OK 嗯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沒有 我剛才說冷氣機 其實都算是一個 對於如果真的有需要進去住 簡約公屋的人士來講 都是一個比較高一點的消費來的 你為什麼要提這個東西呢? 簡約公屋 我看了你 因為現在我們這邊就在討論著 啊 究竟是不是應該有這個東西 是不是應該支持 因為有些私房的業主當然是反對的 因為你在它旁邊那裡 自然之後 你啟德那裡就建了這個簡約公屋 但是其實這個對於一些 簡約公屋就是臨屋 就是方倉 咦 都有將方倉 就是概念一樣的嘛 方倉都不是新東西來的 就是臨屋而已嘛 那些七層 以前那些七層就是這樣蓋的嘛 一場火燒完 那些一條箱子蓋了給你 就是把所有人都蓋進去嘛 嗯 這些是無可奈何的做法 但是它既然都蓋了一層樓給你 就是所謂 你知道香港 很多臨時街市 臨時公廁 臨時都幾十年的 我們從小看見到大都還在臨時 臨時的 臨時的幾十年 那你這些簡約都可能選了幾十年的 嗯 幾十年都夠充賊的 嗯 不過 如果看了 對比其他地方那些的公屋政策 例如之前看電視 也看過瑞士有些公屋的 其實因為它的地方比較寬敞一點 然後你現在越整整一下 不是 你不要說瑞士啦 跟倫敦比都真的好緣 倫敦這裡沒什麼高樓大廈的 告訴你 全部都是三四層的 嗯 入到市中心那些 見到七層高 哇 這麼高啊 旁邊那些 全部都是三四層 就是全世界都不是香港這樣 一動就幾十層 一動就三四十層 不是三四層 是不是 你看到這麼高 你在香港見到這麼高是七八十層 不是七八層 你參觀過英國那些公屋嗎? 我沒有參觀過 但我周圍走 我都見到三四層 很多都是 嗯 你是見到一個天很大 見到很多天的 香港不是這樣 井底天灣 就是你所謂是成十 這裡見到三四層 香港見到三四十層 這裡見到高的七八層 香港見到高的七八十層 就是你想一下十倍的 其實我看完之後 在那裡想不如正正經經 真是你建回多一些正常的公屋 就是不用搞這些什麼簡約公屋 這樣不是更好過 本身那個樓… 它是不是可以繞過一些程序 首先它可能的土地用途是不同的 如果你的土地用途是一個臨時的用途 那你過行會的程序可能簡單一點 我不太清楚這件事情 如果你正經識識地去搞公屋 你要有很多環評 諮詢 找區議會 雖然現在都沒有什麼阻力的啦 全部人都買通了啦 但是你的程序真的要做 都是要時間的嘛 那你建公屋有很多事情要跟程序做的嘛 譬如說 你哪些部分判頭 它又要招標 你都知道的啦 這裡又要挫時間嘛 招標你登報啦 要等啦 收標 收application 接著要審啦 一大堆東西 其實就算很順利地蓋 都可能好幾年才搞定啦 就是我以前 幾十年前我住的公屋那時候 我住那裡都拆過來了 拆完之後再蓋回 我看著它拆 看著另一邊蓋 其實都... 四年都走不了 三四年怎樣都要 怎樣都走不了 就是我眼看到那個過程 就是從它拆到它起 是三四年要的 那你想想你之前還要那個土地用途 規劃 諮詢 你那堆東西 那些都是時間來的嘛 那你加起來就是五、六年 我不是那些飯呢 我大概知道都要五上一段時間了 所以如果你說不是的 它找一塊平地來的 莊都不用打 那你就隨便淋一些東西上去 選一個多層 都高的 我先看一看 我不知道 我懷疑它未必有打莊的 就是它可能用貨櫃砌幾層出來的 就是砌幾層 搏一部升降機那些可能簡單的 就是不知道什麼 九龍中深水埗升降機那頭 是不是好像又有那些差不多的東西 看得 嗯 就是你建一泰國去打莊 它有幾層說可以不打 都吃過萬火的啊 那你看它的區域多大 區域夠大 那就是什麼啦 如果它要打莊那一隻 其實它都要一些時間的 五年累計就會起萬七火 我想它真的要起的 那些真的要起 那你都五年啊 你說五年 比幾年那些要起的 是啊 就是這裡我看完之後就想 會不會都正正經經的起一些公屋 或者政府縮水 縮屁 就想起一些貼雞一些的 是吧 既然你一看啟德了 這麼漂亮啊 全香港正中心 市中心 隨便給你一個籠子 塞你又要算了 哈哈哈哈 其實它搞 現在搞這麼多東西 之前它有推廣什麼什麼大灣區 一小時的生活圈的 就是都意味著 哇 其實那裡都搞不定 所以就趕快去 那些是跟它的黨那些調去 它撥你去換血而已 實際上很多人不聽它講的啦 大灣區 又不見你去大灣區 又不見你公司搬去大灣區 奢天奢地 講而已嘛 聽它怎樣的那些銀行又說去大灣區開 當作插旗 你說去開就隨便開辦公室啦 有生意嗎 那裡 那裡 方地一搭 大灣區 你不是說大灣區啊 你現在新界的那些 避遠一點的那些 樓價跌得不清楚啦 再加上那些 密區那些 說出來的時候是地產項目來的嘛 哄些人起樓 哄些人賣樓 哄完之後都沒有人住 沒有人住 都不怕難理的很多 沒人上班的嘛 好像高貴的KOL那樣回中環 你有什麼可能住大灣區呢 是不是 一小時 看得也嚴遠啦 我不回來 看得也嚴遠了 沒車搭了 不方便 我當你自己開 你開回去那個隧道 你塞在隧道 塞在紅隧 你塞過的啦 試過沒有 當然有啦 看得隧道 塞在紅隧 塞在紅隧 塞幾個死亂 塞在加士居那裡 塞在紅隧 還沒去到 現在我在全香港的 算上大嶼山的中心點 清衣回來 都一小時啦 搭公共交通工具 公共交通工具 開車是很快的 你不同啦 你住得癖的嘛 住著山洞生辣 不是很癖的 做原始人生活 沒辦法啦 做村長 你試一下住青衣那些什麼什麼彎 什麼什麼彎 主要去地鐵駛啦 其實我是很不在那些地方的 你不要想著我那個位置很偏僻才行的 我在那些什麼彎的附近而已 但是你走去那裡走 走幾個字而已嘛 兩個字而已 兩個字而已 但是你又沒有這麼傻居 開車去地鐵駛啦 就是這樣啦 駕完就去拍 拍完就去 扔車又要搭地鐵 就這樣堵你開車是容易的啦 是吧 你直接駕回來 中環就沒有位置拍 很難啊 因為是IFC 那邊拍車 IFC 跪的 拍到大會堂 拍到大會堂又要走回來 那你不如搭車 不是啦 是啦 那個博士 因為再加上呢 MA都有公佈說那個負資產的數字 這樣回升了 它都過萬鐘了 我都見有觀眾就問 就是說 怎麼看政府說說 樓市會U型的反彈 是不是都比較難 就是跟我剛才說的那一件事 在底下 浮在那裡做腳 U型 U型不是馬上升 U型那個打橫的部分 多長就任你說的 當然它又不會說L型 說得那麼淡 如果你下面那一段 又有得一兩年 兩三年 你也挺是